国际线出发 我们来关心全球目前最新的局势 聚焦的是在欧洲的德国 目前有上百万民众上街示威抗议 究竟为何 而目前政府的态度 还有接下来的变化又会是什么 我们请到的是东吴大学 德国文化学系的助理教授徐有方 徐老师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到刚刚讲这个上街示威的事件 目前为止在媒体揭露的状况 你可以看到 11月其实去年 大家也许还有印象 当时有一个右派的另类选择党 就跟那个极右的分子 来密谋有一个移民的驱逐计划 主要是因为 目前为止不管是在欧洲 美国还有世界各地 都遭受到了这个外来移民 造成社会文化现象 很多人生活受到影响的状况 所以目前包含了寻求庇护者 持居留证人士 还有非德国裔的背景人士 可能都会因为政策的转变 受到遣返 但是这次密谋的会议 就引爆了大规模的示威 过去欧洲 不管是哪一个先进国家 都讲究人权 你们现在做的这个目标跟目的 是不是跟本来的初衷背道而驰 所以从1月19号开始 一直到1月21号 甚至到目前为止 还有很多的零星运动 还在持续进行当中 已经超过了140万人 而且这一次非常特别的是 过去大家可能集会的游行活动 是聚集在某一些大型的城市 这次是四处开花 有100多个城市纷纷的响应 主要诉求就是反对这个政党的理念 也反对德国的右派组织 甚至在民众的举牌当中 你可以观察到 大家对于他情绪化是非常的不满 比如说里面有一些 纳粹滚蛋的字眼 还有法西斯主义不可容忍 似乎又让人家想到了 这个又跟纳粹有关 好像跟种族牵扯上的时候 难免引起了民众的怒火 老师你怎么看这次的世卫游行 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大的民怨 我觉得这次的世卫游行 当然是这个报导 第一个是这个报导 非常的 他的可信度非常的高 那他事前的准备 跟事后的查证都做得很足够 所以他报导一出来的时候 没有人怀疑他的真实性 那与会者他自己也没有办法 就否认说 还有去参加过这个会议 然后再来另外一点 就是他跟过去的万湖会议 确实是有一些就是相似度 那这次的报导 所以他也提到说 他们选择的地点 其实就离 这次秘密会议的地点 就离过去万湖会议的地点 其实还蛮近的 那大概只有八公里的距离 那选择这么近的距离 召开这场秘密会议 是不是有意的 还是只是巧合 还是他们确实是想要再复制一次历史 就是这些 就是极端主义者 是不是想再复制一次历史 那让很多德国民众都感到蛮担心的 就是踩到他们红线了 因为刚刚讲的复制历史这件事情 我觉得也有很多的德国政要 正在担心这件事 因为关于驱逐移民 是触动了大家的敏感神经 所以在这个严寒当中 我们看内政部长费泽尔也说 这的确让人想起可怕的万湖会议 那我们就回到这1942年 当时是有15名的纳粹党 跟亲卫队的高官 秘密的集会 就在一个别墅来策划 这个猎杀犹太人的事件 所以刚刚其实老师提到了 的确会让很多民众 有一部分可能的联想 那再来是总理肖子一有一些想法 他说极右派的分子 现在攻击的是德国民主 来破坏国家的团结 那老师你怎么来观察 目前极右派在德国的发展 好像是锐不可挡 因为从去年年底开始 本来他觉得说 他只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精英分子 那真的是有人会特别的支持他 但现在他好像是有点群聚扩散的效应 造成民众不得不出面来反对他 我认为如果最直接的 为什么他支持度不断升高的原因 我认为最直接其实跟寻求庇护者的人数 的人数成正相关的关系 如果他寻求庇护者的人数越来越高的话 他就你就发现这个政党的支持度越来越高 那在2020年的时候因为疫情有关系 国境是关闭的 所以当时没有那么多寻求庇护者 那所以当时他的支持度就是低的 那再来现在因为 2022年遇到恶务战争 然后所以庇护者寻求的人数又变高了 这个时候他的支持度又开始 慢慢往上增加 那当然没有过去2015 2016 难民危机那么高 但是他是雷进的 就是他社会上有雷进他的潜在的支持者 那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 好我们就来看看呢 刚刚讲到这个党 到底是为什么可以崛起 其实这次呢 右翼的政党崛起 大家非常的关注 是因为另类选择党AFD 其实早在2013年就成立了 但是呢他里面有一些相关的政策呢 是非常的令人有点不舒服 因为他比较极端 所以他是坚决的反移民 甚至也反欧盟 也反武装乌克兰 认为说这一次 别的国家在打仗 跟我们是没有相关的 我们没有必要 伸出我们人道的元首 来帮助其他国家 所以专家就说 其实以另类选择党的党中心思想来说 算是有一点点新纳粹主义 而且呢德国的其他政党 都不想要跟他有牵连 也不想要跟他有联合政府 所以目前呢 有很多项议题呢 就让民众非常不满 包含了移民问题 援助乌克兰 能源危机物价上涨 那如果这些事情 现在的政府不解决 我是不是转而来到 这种另类的抒发 也就是有一个政党 来帮你陈述你的新生 甚至我们也发现了 另类选择党的民调 比起联合政府 其他的政党都还要高 这个就有一点点威胁到 本身红绿灯的存在了 所以老师你怎么来看 其实去年12月 因为当时有一个选举 其实就有人赢得了 第一个市长的席位了 那现在接下来 大家也很害怕的是 接下来又有其他的帮 要进行了大选 如果他接下来执政的地位 越来越高 是不是也会威胁到 本来国内非常一片祥和的气氛 因为过去大家觉得德国 你过去不会看到 所谓的政争 或者是这些民间的动乱 可是最近这些态势 有点一触即发的感觉 是 他在 就是未来三个帮的 就是帮议会的选举 今年有三个帮议会要选举 那德国另一类选择党 看起来都会达到 大概30%以上的支持度 那现在就是有人在担心 他会不会能选上帮党 就是这 等一下我们可能会谈 那他如果另一类选择党 他达到自己本身达到 拿到40%的选票 然后自民党跟绿党 没有拿到5%门槛的选票的话 那有可能他就可以单独过半 那他就可能 就确实可能会有第一位 就是得过另一位选择党的帮长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条件 好像在抑制这个情况 一个是这次的游行 那另外一个是 2024年1月 有成立一个新的政党 是左派的一个政党 他也是反移民的 我认为那个政党有可能会 部分吸收掉另类选择党的选票 所以目前还是有一个另类的政党 相对的会制衡另类选择党 可以这样说 左右会有一点平衡 但目前为止刚刚提到的选举 因为目前另类选择党的 这个比约恩霍克 过去也曾经高调的参加新纳粹游行 那我们讲到这个新纳粹 怎么来定义 那为什么他又会获得民众的支持 因为现在大家很担心的是 大家把他称为说 可能是战后第一位的法西斯首长 有一些特殊的名词 在历史上特别敏感 那民众对他的观感 好像也不是这么的好 所以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他还是可以存在呢 OK 我认为比约恩霍克 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 我认为媒体应该多关注他 他其实是德西的人 他以前是老师 然后他后来选择去得动发展 他的政治生涯 那这个人 他已经被德国联邦宪法保护局定义为 就是极端主义分子 但是他聪明的地方就是在 他都不上第一线 你没有看过他选当主席 那他就是 所以他现在都是在第二线运作 但是他是那个党内 就是影响力最大的人物之一 那所以我认为他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对象 而且他选择图林邦 图林根邦我认为有一种 我会有一种觉得隐约要担忧的是 因为图林根邦他以前就是那个纳粹党 第一个执政的邦 所以你觉得他选择是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想要在这边复兴的感觉吗 我怀疑啦 这是我个人的怀疑 但是我认为可能就是因为他确实是比较极端的一个人物在里面 然后但是联邦宪法保护局现在是有在观察他 就是所以这个是算是情报单有在监控的监控他言论 这样 而且我觉得这一次其实不管是选举或者是抗争 很多会浮出台面的德国的女性地位也相对的比较有一些这种不一样的角色出现 所以我不晓得说其实现在接下来很多邦跟地方都要选举了 你怎么来看这一次的政治倾向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OK 我觉得当然我们是希望他们不要就是当上帮长了 那如果真的他们选的不错的话我想德国国内的其他政党是没有办法忽视他对于某些议题的立场 但是会不会做一些就是做出一些让步 我认为可能比较不太就是因为历史的原因他们比较不会做出什么让步 但是会有一个直接影响就是未来的组阁会变得比较困难 因为德国他是一个就是他是一个历史上他习惯组成都是多数政府 他不像斯坎地纳维亚的国家他愿意组成少数政府 但是这个邦他现在是少数政府 但就是所以我认为第一个影响是组阁会变得很困难 那组阁困难的话就会造成说他要多个政党才能组成多数 那就会像现在三党联合政府一样他内部分歧非常的大 所以他很多事情他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那在这个情况下民粹政党的支持度就会提高 那民粹政党的支持度提高他组阁又变得更困难 所以是一个迫近循环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可能德国未来要比较关注的挑战 非常谢谢徐老师精辟的解析更多讯息 请锁定我们稍后来 哈喽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